我是农村长大的叼索佬 现在农村真的变化很大 我们以前农村条件很艰难 连电话都没有 所以通讯起来其实很困难 我出生的时候刚刚是春天 小孩子出生是找接生婆婆的 当时我父亲要跑十几公里去找接生婆婆 我出生之后大家都很高兴 她走的时候送了很多红鸡蛋给她 后来不同了路又通了 又有了电话 大家还可以要看病 就可以去大医院看 现在的农村网络更好 比如春节我都会用手机直播给我的小时候的朋友看 很怀念我们门口那棵吉树 每次我做完直播 他们都会很高兴 网购我们乡下的吉 要怀念一下家乡的味道 以后再大一点 估计我的脚都没有那么灵活 过年我还是想跟他们一起做开年饭 到那个时候我就要用五程操控的机器人 将肉菜买回来 我的孙子一直都说我落午 有了这些东西 学习要他们教我 希望这些这么厉害的科技出现的速度 能够再快一点 比我老的速度 这样就好了 在农村建立了通讯和网络之后 大家的沟通就变得简单了很多了